一代天骄,这个词形容的是成吉思汗,古代蒙古的王,他立下了许多丰功伟绩,还差一点就统一了世界,如今,蒙古国也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国家,却没有成吉思汗的风采,建国百年的蒙古国,如今的面貌令人唏嘘,曾经是庞大帝国的创造者和统治者,如今却陷入了经济困境和社会问题的泥潭,为何蒙古国越混越惨,甚至堕落成了风俗业大国? 这里是小豆之历史,订阅我,小豆之带你探索更多神秘的趣味历史 蒙古的历史 蒙古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元朝时期 当时蒙古人统一了中原地区,建立了庞大的帝国,他们的征服精神和军事战略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然而,随着清朝的崛起,蒙古地区逐渐被清朝统治,闭关锁国政策导致了外来势力的介入 这一时期,蒙古国的发展受到了限制,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也受到了阻碍 最终,苏联的影响使蒙古国成功独立 然而,尽管蒙古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如煤炭、铜矿和稀土矿等 但他们的经济发展却一直滞后,早在清朝之前,蒙古国就一直想独立 当时中国的国力很强,对各领土的控制也比较严格,所以蒙古国的独立梦想并没有实现 到清朝的时候,中国逐渐衰落,他们终于寻到了机会,独立的梦想也要实现了 这个时候,中国比较脆弱,也比较忙碌,蒙古不断提出自己想要独立的想法 但当时中国无力惩治,这件事就被搁置了 直到二战结束,美英两国他们不顾中国的强力反对 和苏联一起同意蒙古国独立的想法 中国经历了长时间战争,国力衰弱,无力反抗,只能把选择权交给蒙古国 最终,在1945年的时候,98%左右的蒙古国公民投票决定 统一独立后正式建国,独立后走下坡路 不和中国的一二线城市相比,就和内蒙古这个自治区比较 蒙古国的发展都并不算好,蒙古国的发展一直在走下坡路 比起我们的内蒙古要差很多 虽然蒙古国已经建国80年了,但他们的发展还是迟缓的 远远落后于内蒙古 更惨的是,蒙古国还欠下了100多亿美元外债要还 蒙古国处于一个被动的局势,并且国内经济特别差 据统计 2018年,中国内蒙古的GDP是17289亿元 而蒙古国只有900亿元,简直是降维打击了 除了GDP的差距 内蒙古和蒙古国的城市发展差距也是非常大的 就比如交通方面,中国为了发展蒙古等地区,就修建了很多铁路干线,加强流通 比如京包铁路,忽兰高速铁路,急通铁路等,交通是非常先进的 再看蒙古国,全国也只有两条能够连接中国、俄罗斯的铁路,而且就连正常的公路都很少,因此在蒙古国交通是非常不便的 人们外出比较麻烦,经济自然也流通不起来 再说到企业发展,由于中国政策对内蒙古的扶持,很多大型企业都在内蒙古自治区落地了 例如国民品牌蒙牛,这么大的品牌就在内蒙古修建了企业基地,给当地人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同时还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发展 这也是内蒙古GDP增长迅速的原因之一 当然,这样的大品牌不止一个,在内蒙古的企业也不止一家 有了国家的帮助,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得是比较快 比较好的,蒙古国缺乏基础设施和工业生产能力 这使得他们难以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进行有效开发 道路、铁路和电力等基础设施的缺乏,使得资源的运输和加工变得困难 这限制了经济的发展 蒙古国主要依靠农物业维生,缺乏支柱产业的支持 由于经济结构单一,蒙古国对外部环境的依赖度较高 经济的脆弱性增加 当国际经济形势不利时,蒙古国很难应对外部压力 经济困境就会更加明显 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问题也日益突出 富裕的城市居民和贫困的农牧民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这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性 对蒙古国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 难惹的小国 蒙古国是世界公认的最难惹的国家之一 但是它难惹的并不是它的经济实力,国家实力 主要还是和它的地理位置有关 占据了一个有力的地理位置 在中国和俄罗斯之间被世界两个大国包围 多么有力的防盾保护啊 因此,从地理位置来讲 蒙古国拥有绝对的优势 根本不怕其他国家对自己虎视眈眈 也不怕别的国家打自己 但蒙古国依靠着两个大国 却对俄罗斯和中国态度很恶劣 所以并没有得到两个大国的很多帮助 也因此,蒙古国的居民也开始建走偏锋 找一些歪门邪道去赚钱 比如蒙古国的部分女性、男性 开始模仿起了日本、韩国风俗产业的行为 并且愈演愈烈 蒙古国的女性长得确实也很美 受地理环境的影响 她们大多拥有深邃明朗的五官 比较吸引各国男性 因此,为了一亲方则 和蒙古国美女共度一宵 而前往蒙古国的人很多 这样做不仅能促进风俗行业的经济发展 还能促进蒙古国的旅游业 极大的促进全国经济增长 一时间,不仅美女们赚了很多钱 就连蒙古国的国家经济也发展了起来 看到这样做这么赚钱 很多人都眼红了 毕竟当地找份工作就很难 找份赚钱的工作更难 因此,堕落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渐渐地成为了不可收拾的情形 面对国民们的堕落 蒙古国也是没有办法 毕竟国家那么困难 实在是需要钱 这个时候 堕落的行业却能带来如此暴力 暂时缓解国民经济的压力 也未尝不能试试 所以,针对这样的情况 蒙古国的选择是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对风俗行业并不严打 这在我们国家是万万不可能的 我们国家国风淳朴 对风俗行业的击打 还是比较直接的 看到国家并不明显地反对 那些胆子大 又迫切想要赚钱的人 纷纷心动了 不需要搬砖 不需要高学历 就能这么轻松地赚到钱 想要越越欲试的人 也越来越多了 自此 蒙古国的风俗行业发展迅猛 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混乱时刻 在当时 只要缺钱的男男女女 都会踏进这个风俗圈 出卖自己的肉体 只为了挣块钱 慢慢地 蒙古国的风俗圈 也有了恶性循环 也有不少年轻的大学生 踏进了风俗圈 在他们看来 似乎这并不是一件稀奇事 也不是什么错事 毕竟周围的人都在做 只要是为了钱 他们能放弃的东西 就会变得很多 比如自己的廉耻心 据可靠数据表示 蒙古国从事风俗行业的女性 有1、9万人 而全国人民数量 也只有300多万 同时 这些数据并不包括男性 以及那些暗自从事风俗事业 没有您说的人 这样一想 是不是就觉得很可怕 几乎是二十分之一的占比了 怪不得是风俗大国呢 试想一下 作为国家的未来 大学生都沉浸于此不可自拔 那么国家发展还会继续吗 肯定是要出问题的 蒙古国就处于这样的恶性循环 越是需要进步 越是堕落 越是沉迷 真正一心为国家发展而学习的人很少 看到最后 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蒙古国之所以堕落 还是因为没有正确的观念 为了赚钱 国民堕落 为了经济发展 国家不作为 不打击 意子错 不不错 蒙古就是这样 为了经济快速发展 就对风俗行业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表面上看 似乎经济得到了提升 实际是在走死胡同 会导致国家出现更多的问题 想要经济发展 就要有长远眼光 投机取巧 要不得 更是要走正路 只有这样 国家的路 才会越走越好 越走越晚 人是第一生产力 只有人走正道 国家才会走正道 经济才会发展得好 所以蒙古国 想要达到最终的发展目标 还是得正视这些问题 有个正确的是非观 总而言之 蒙古国面临着 经济和社会的双重困境 解决这些问题 需要政府 社会和个人的共同努力 只有通过采取综合措施 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蒙古国才能够走出困境 实现持续稳定的发展 建国百年的蒙古国 我们期待它 能够重拾昔日的辉煌 走向繁荣与进步的新时代